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老杜 之前很多车友给老杜私信留言 老杜,我也想学拍视频 我也想学拍做视频 那么到底选什么设备好 用什么稳定器好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老杜现在都有哪些装备 哪些装备比较合适 然后另外最后给大家去推荐一款 又能装单反 又能装运动相机 还能装手机的手持稳定器 摆在咱们桌子上 都是老杜所使用过的一些拍车设备 咱们一二一二说吧 先说这款朋友们 这款呢是一个手持的手机稳定器 其实安装和使用也特别的方便 它直接是折叠式的 收纳起来其实体积也不算大 可以直接揣到裤兜里 然后另外呢 还带一个三角架 这款呢是一个飞鱼的口袋相机 它最大的特点是云台和手柄可以分离 并且是带磁性的可以吸在铁上 比方说咱们那个车门 直接可以吸到上面 咱们接着看朋友们 下边这两件等于重型装备 单反和微单的手持稳定器 当然今天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它旁 其实一开始大家可能会先选择 这个手机的手持稳定器 因为它的投入成本其实是最低的 价格大概在600块左右 当很多这个初级玩家 晋升资深玩家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选择这个单反的稳定器 或者是微单的稳定器 因为这是很多自媒体团队 然后有专业摄影师的这个拍摄所 需求的一件重型装备 但是有没有一件既能装手机 又能装单又能装微单 还能装运动相机的手持稳定器呢 就是这款 这款就是飞鱼即将要上市的 飞鱼的蝎子迷你稳定器 既然是叫迷你稳定器 它比它的大哥和二哥 体积都要小一些 重量都要轻一些 安装完这个运动相机之后 大概也就是一斤 我感觉就是一点多斤 不到两斤的重量 所以说当你拍摄起来的时候 会比较轻松一些 你可以想一想 你拿稳定器装单反 和装这个手机 或者是微单 或者是卡片机 肯定是两种感觉朋友们 相信大家在更换这个拍摄设备的时候 都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开始先上手机的手持稳定器 随后呢 然后去搞运动相机 或者是口袋相机 最后呢 然后去搞一个微单 因为微单现在其实体积比较小小 现在比较方便 已经成为拍摄的一个主流的工具 那么在配稳定器的这些过程当中呢 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浪费 因为如果说你用了微单的稳定器之后 那你的手机的手持稳定器只能去做一个备用 那么这件装备就比较OK了 它既可以装手机 也可以装运动相机 也可以去装微单 一键三雕朋友们 现在咱们的运动相机已经安装完毕 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呢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考虑 这个使用是不是很麻烦 安装是不是很麻烦 很麻烦 其实很简单 下面咱们就把手机固定到这个微单器之上 进行一段拍摄 给大家去展示一遍 厂家也非常的贴心 像这个GoPro运动相机的一个安装配件 都有配 然后这个是一个相机的底座 这个是固定手机的卡子 下面呢 咱们就主要是 把这个手机安装调试一下 然后去拍一段视频 在拍之前呢 先把这个卡手机的这个底座 固定到这个架子上 第二步 就是把这个固定手机的架子 放在云台上 然后把咱们的手机 放到这个卡子上 这儿的话就算安装完毕 是不是很简单跑门 手机固定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对稳定器进行调平 首先调的第一个轴 就是这个轴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首先第一步的调平其实很简单 然后调这个轴就可以了 只要让这个手机 在一个垂直的状态就OK 就完成了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去调 这个翻滚轴 现在看啊 这个手机明显的是向左侧倾斜 这边呢 其实是有一个旋钮 把旋钮松开之后 把这个往右边去调 把它调到平衡点就OK 只要保证这个手机没有像明显的向一方去倾斜 就算完毕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手机现在可以在这个平面上 包括这个状态下都是在垂直水平的一个状态下 调节完之后呢 最后是调这个航向轴 调节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这边也是有一个旋钮 咱们给它先松一下 然后把它端起来 然后没有明显的向一方倾斜就OK 之后把它锁死 现在就算调整完毕了 手机安装完毕之后 然后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这款稳定器的一个按键的一些设置 这边是一个电源开关键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操控屏幕 这边是一个四个方向的一个摇杆 一个拍摄键 一个菜单键 这边 是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可以控制这个云台的水平方向拍摄 以及 这个方向的拍摄和摇滚拍摄 这个是一个切换键 当然一些岩石拍摄了 包括一些轨迹拍摄了 都是OK的 下面咱们就用这款飞鱼的蝎子迷你稳定器 配咱们的手机去进行一段拍摄 现在咱们已经安装调试完毕 下面咱们就进行一段拍摄 今天呢 其实我们是在外露营 这边有一个露营的场景 这边是咱们的SUV 这边是侧边帐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天津车手送的一个旗子 那边呢 远处 还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帐篷 咱们就对这个场景进行一个拍摄 和对Amy进行一个跟拍 然后最后把它剪辑成视频 然后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 推着一个镜头 然后去拍那个旗子 然后拍一下她们的娘俩来 I know Amy 就棒 已经跟Amy商量好了 一会让Amy在前面跑 然后我在后面拿着 稳定器和手机去拍她 并且呢 这个操作按键其实特别的方便 然后前面有一个扳机键 连续按三下 开启自拍模式 除此之外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 这儿来看吧 这个旋钮啊 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特别的OK 就拍摄的时候你可以看 咱们现在在拍这个树啊 你能发现吗 它是可以这样去摇滚来摇滚来拍 而这边呢是一个切换键 切换之后 看到吧 它可以上下去拍 除此之外呢 再按一下切换键 然后就可以左右去拍 是不是很方便 嗯 Amy 不该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动 其实第一眼看到这块稳定器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然后当我看完说明书之后 其实我能知道 它既可以装手机 也可以装运动相机 也可以去放V单进行拍摄 我觉得这个一款多用的一个稳定器 放到你手里不会吃亏 不会吃灰 说错了不是不会吃亏 是不会吃灰 尤其是很多 尤其是很多从新手到这个资深的时候去进行一个设备更换 社会设备更新的时候 有一个就够了 你不用再搞一个什么手机稳定器 然后再去搞一个 这个 运动相机的稳定器 然后再去搞一个V单的稳定器 然后再去搞一个V单的稳定器 有它一个就够了 可以跑了 海鸣你可以跑了 我要追你的 你跑了挺快的 I don't really need to bother